今天女王那样收获婆婆看我白蕾 那么大一袋都是没有五件衣服 才用了两百块钱 来七普路是逛街还是吃美食呢 哪些美食拥有最高的人气呢 先吃我饭 肯德鸡 酸辣粉和凉皮吧 草面 老鸭粉丝 在如此众多的美食之中 你该如何选择 是黑色凉面 还是听都没听过的甜品 这是什么呀 今天的陶醉上海就带你去搜寻 七普路十大超人气性价比美食 走追党黑房临森网 大家好 我是星一 那如今啊 这不仅是猪肉价格上涨 连带的像蔬菜 刮果还有日用品 它全部都在涨价 那么就在这 涨是一片大好的情况下 偏偏有一个地方 就是大逆社会的潮流 它举着便宜 便宜 更便宜的气号 屹立不倒 这个地方就是七普路了 那说到七普路呢 它不仅是有这个价格低廉的服饰 除此之外 连带那边的一些美食 也全部都是高性价比的代名词 那如果你在七普路逛累了 你应该吃些什么 那七普路最具性价比的美食 又有哪些呢 今天啊 就跟随着我们的陶醉特派员 一起去一探究竟 这个男情你就丢给我了 虽然我号称是七普路女王对吧 看我这一身形成就是七普路买的 你要是问我在哪里买漂亮衣服 我倒是很在行的 如果你要教我教你怎么还价 我也可以马上教你 但是你要问我美食 这个其实我不是很在行 我还是比较想去逛街 诶诶诶 赵连你这就走了 算了算了 还是咱们给他去问问看 七普路究竟有哪些性价比美食呢 广莲香挺好的 很得机 酸辣粉啊 这些 这边有小笼包也有的 辣一点就可以了 炒面 老牙粉丝汤 酸辣粉和凉皮吧 集合路人的意见 以及网路资料 再由美食导航仪 综合其价格 口味 以及适合逛街食用的程度 进行精密分析 我们的榜单 七普路十大性价比美食 就此诞生 赵连先别逛了 啊 干嘛 诶 这又是什么 诶 高科技嘛 让我来看看 诶 这个上面 好像都是美食嘛 正好我也没吃早饭 要不就去吃这个上面的 第十名 第十名胖阿姨朝鲜冷面 你说要去我们的第十名餐厅 美食导航仪 马上把赵连带到了这一家 胖阿姨朝鲜冷面 那么这个胖阿姨究竟在哪呢 诶 看这体型 这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胖阿姨 来问问看 诶 你好 诶 你好 我想问一下 您是这家店传说中的胖阿姨吗 是的 果真就是她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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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让您给我推荐一下 你们店里好吃的 我们家店里好吃 像十锅拌饭啦 还有朝鲜冷面啦 还有高级冷面啦 这都是我家的特色 诶 这高级冷面 我听着挺有兴趣的 怎么个高级发 什么 黑色的冷面 黑色的冷面 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面前的这个呢 就是胖阿姨给我介绍的 高级冷面啦 到底高级在哪呢 我要尝一尝 诶 尝之前我看到 胖阿姨啊 这里面的料好像非常的足 是都有些什么呀 这里有鸡蛋 有方腿 还有牛肉 还有水果 还有香菜黄瓜 还有韩国泡菜 这碗黑色的冷面 真是厉害 不但Q尽十足 还冰凉爽滑 夏天食用 真是再适合不过了 看照连着吃的 都不肯罢手了 但这一大早 会不会吃太多了呀 汤阿姨朝鲜冷面 美味指数两星半 便宜指数三颗星 鸡普露综合指数三星半 谁说我吃太多了 刚才这碗冰霜的冷面 一下度啊 我现在是胃口大开 快快快告诉我 第九名在哪 啊 在什么地方 啊 诶 这是在哪 那么近 打个弯就到了 照理 亏你还是七普路女王呢 七普路看似杂乱 但实际上是很有规划的 这里大部分的美食 都集中在七普路的东侧 江西北路 唐姑路附近 这里的美食 简直可以用排山倒海来形容 激烈而疯狂的竞争 使得店家各出其招 经济实惠的性价比美食 才会层出不穷嘛 照理 知不知道 哎 你是该跟我说话 哎呀 别说了 别说了 你快过来看这个生煎呀 哇 好香啊 好想吃吃看啊 好 进去吃一下 第九名 金标生煎王 哈哈 忍不住了吧 这家的生煎一出锅 经过的人立刻就会被它 四散开来的香气所吸引 照理也会例外 这不已经上二楼吃上了 没想到这金标生煎它还有二楼 那现在呢 我点的生煎已经在我面前了 赶快来尝一尝味道 哇 这个生煎看上去个头就非常的大 让我来吃一下 它这个皮非常的薄 汤汁非常的鲜 而且它的这个汤汁的量非常的多 没错 皮薄 汁多 份量足 就是这个生煎的特色 瞧这满满的汤汁和充满肉汁的内馅 一两四块五的价格真的是太精明了 另外 咖喱牛肉粉丝汤也是他们的必点菜色 这么一大碗铺满牛肉片的粉丝汤也只要七元 来七普路逛街 无论是正餐还是点心 吃这个 赞 金标生煎王 美味指数三颗星 便宜指数三星半 七普路综合指数三颗星 哎 吃得好饱 太满足了 那现在啊 动力十足 逛街去 哎 等等等等 根据我的这个经验啊 七普路的移动楼最起码要逛上两个小时 每次逛到一半呢 就已经口干舌燥了 所以我得先去买一瓶水 以备不时之需 但是 这买水的地方那么多 水哪好呢 哎 高科技又来了 嗯 在哪呢 第八名 日出茶态 在七普路这么多的茶饮中 我们的美食导航仪 挑选了这家性价比占优势的日出茶态 他们家的茶饮即便是大杯的冰沙 价格也不会超过十块钱 幸福白胡子奶茶是他们家的人气 喝一口可真是会有白胡子哦 这里所有的茶饮都可以选择糖分 还可以加料 逛七普路来一杯清爽的果茶或者冰沙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赵林为了解渴 要了一杯看上去非常漂亮的双肠又美丽 喝钱记得摇云哦 日出茶态 美味指数四颗星 便宜指数三颗星 七普路综合指数三星半 老板说了 喝钱要摇一摇 嗯 这下不仅是吃饱了 而且也喝足了 我真的要去逛街了 走了 赵林 你的性价比美食呢 哎 这个吃太饱了 等会再说 不好意思啊 各位观众 我们赵林是一位购物狂 来到七普路 他立刻抵挡不住诱惑 血拼去了 那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七普路广街攻略吧 攻略一 到了七普路如何逃便宜货呢 第一 选择在低层楼购买 一至两层的东西最杂最多 还价余地也最大 第二 可以自备提货带或拖车 伪装成小店主 拿货价可以便宜很多哦 第三 还价钱要有一个心理价位 一般以砍去一半以上为准 且不可自己加价 说完了如何买便宜货之后 我们的赵林也结束了长达两个小时的高强度血拼 今天女王店家收获扑扑 看我买了那么大的东西里面 五件衣服才用了两百块钱 不过我现在有点双脚发软 我想应该吃点什么补充一下体力 吃什么好的 诶 差点忘了还有这个 让我看看啊 刚才我们吃到应该是这里 哇 高科技就是高科技 一会儿就把我带到这家店来了 赶快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诶 有那么多 要知道我可是有选择性障碍症的 有了有了 老板给我来一份这料最多料最丰富的 第七名 伊勒拉面 赵林连店名都不知道就开始点单了 这是一家平价日式餐厅伊勒拉面 而老板娘给赵林推荐的 就是店内的人气菜品 牛肉石锅拌饭 哇 这个料真的很丰富 让我来看看里面都有些什么 当中是一个生的鸡蛋 然后旁边一圈都是牛肉 最喜欢吃肉了 然后再看看里面 这边是洋葱吧应该 然后还有胡萝卜 然后这边还有平菇 然后我们再往下翻翻看看还有什么 好像还有卷心菜 然后还有茶树菇 哇 真的非常的丰富 我只是稍微的翻一下就已经有那么多的料了 当然了 这里无论是主食还是小点 材料都是货真价实的足 十二元一碗的豚骨拉面 浓厚的汤汁 厚实的肉片 看得真让人直流口水 另外这个烤得香脆的七味鸡翅 滋滋作响的炒乌冬面 再一看价钱 基本都是各为数 难怪会有这么多人每次来七浮路 都必定要光顾这里呢 它很多配料都是自己的 我觉得就是有独特的味道 味道还不错 就是价格也蛮适当的 我一直来的 因为这里东西就比较多嘛 也比较好吃 这里的东西蛮好吃的 而且还比较便宜 照理人吃着 还不忘加上老板特制的酱料 吃的那叫一个香啊 伊勒拉面 美味指数四颗星 便宜指数四颗星 基浦路综合指数三星半 你看这任务执行的 只顾着自己吃自己玩了 那好吧 接下来这家餐厅 就由我来向大家介绍 那为我们榜单上 第六名的这家餐厅呢 它的名字叫做 辛勒汤面馆 那他们家之所以出名啊 就是有了这样的一碗 号称是上海第一厂的 大肠面 那个香浓的滋味 不知道已经是 征服了多少人的味觉 而且呢 他们家的面焦头 全部都是现炒的 量多实在 最关键的是 人均13块钱一碗的价格 就可以吃到 热乎乎的钙焦面了 哎我跟你说 赵林他没有吃到 估计赵林是气得 锤胸顿足了吧 气死我了 居然没见过我的同意 悄悄的去抢做那家店 你以为我长得瘦就不能吃了 我告诉你我可能吃了 我这就吃给你看 第五名 出发 第五名 玉贵人甜品店 赵林 赵林 怎么还没来 哎 找到了 找到了 这地方怎么那么难找 哎 高科技果然不一样 吃人比我快 哎 不管了 不管了 进去看看 谁让你不认识路 就一个劲的猛跑 这家玉贵人 就位于新兴旺福市商城 五楼的美食城 只有乘坐大楼 最北面的这部电梯 才能到达 门口还在装修 所以许多人只闻其名 不知其身了 找到了 找到了 鱼贵人在那呢 好不容易找到了 赶紧先去看看 有些什么好吃的吧 你好 茶餐甜品 我想问一下 有什么推荐的吗 我们这边最好的 是大鱼园一号 差人机的 大鱼园一号 这里面有些什么 它有一半鲍冰 一半鲜桃味的冰淇淋 然后有鱼Q鲜桃 奶油球 金属花豆 和珍珠 很重的那一碗 那么多东西啊 那还有什么是人机的呢 相对来说 女孩子吃寒天一号的 比较多 寒天一号 大鱼园一号 寒天一号 这名字能记得住吗 叫芋头 芋头丸 芋丸 芋丸 哈哈 这名字虽然奇怪 但是东西 确实公认的好吃哦 这家的话 就口味比较自然一点 就吃起来比较放心一点 甜甜的很香 而且它里面会放那些 红豆啊什么的 小孩子是很好 很喜欢吃的 蛮好的蛮不错 我这个第一次吃 以前没有吃过 我刚刚在看 因为我公司在旁边嘛 我想让它以后 可以给我送一些外卖 真的真的 这个寒天一号 还有大鱼园一号 我们的工作人员 也尝了一下 简直就是 欲罢不能啊 仙草非常的清爽 芋头 嚼劲而十足 由海藻提炼的寒天 爽滑甘甜 仙草冰激凌 则是有一些回甘 吃多了 也不会觉得腻 真是又新奇 又健康 另外美食城外头 是一个别具一格的 空中花园 在七浦路 居然能有这样的风景 真是好奇妙的感觉哦 日贵人甜品店 美味指数四颗星 便宜指数四颗星 七浦路综合指数三星外 等晚仙草下肚 赵林他 好吃好吃 好饱啊 不行了 我要去走一走 哎呀糟糕 这一出去就是商场 所以咱们的赵林这一走 可能又是逛上了吧 那就让我来介绍一下七浦路如何便宜买好货吧 首先楼层越高的东西越精致 兴旺的三四层大多是一些外贸服饰 许多国外单品和品牌服饰也可以在这里找到 第二选择上午八到十点前往 这是批货和零售交接的时候 还价可以比批发价高五到十元 第三去七浦路之前最好在专卖店了解同款服饰的价格 到七浦路还一半价格为准 第四名老北京绿豆饼 另外便宜买好货的呢 还有我们榜单的第四名老北京绿豆饼 对他们家的绿豆饼价格实惠 那些满满的都是货真价实的绿豆 所以常常引的回头客们大排长龙前来购买 我吃过经常来买 很酥很脆的 然后里面的绿豆呢又很 不是像那种很腻啊什么的 它绿豆的里面很纯的绿豆很细的对吧 嗯 好好吃的 它那甜度还真好 老北京绿豆饼 美味指数五颗星 便宜指数五颗星 七浦路综合指数四星半 赵琳不过来介绍 一个人在那干嘛呢 诶赵琳 啊 没什么没什么 这个是送给彭丽煮城市的 哎呦 他真的是跟普通的绿豆饼不太一样 它的外皮很酥 我刚去一鸣的时候啊 它马上就散了 内馅的话也不会特别的甜 哎 很爽口的感觉 不错不错不错 哎 我跟你讲 看在你还请我吃绿豆饼的份上 那接下来我们榜单上的第三名的餐厅 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了 那为我们榜单上第三名的这一家餐厅呢 哎 我跟你说 它非常的厉害 在上海很有人气 是一家平价粤菜馆 名字叫做 广莲香 那他们家的小点心啊 不但是有正宗的粤港风味 关键是 它的单个的一个价格是以各位数之多 只要人均花不到二十块钱 就绝对可以吃到宝 怎么样 很实惠吧 这个西普鲁观光一天怎么能够呢 不过呢 我决定暂时收工了 哎 别听错了 我说暂时哦 因为再买下去我也提不动了 不过呢 在收工之前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那就是我要给我妈买一个这个附近有特色的好吃的回去 可是对吃我还真的不是很在行 哎 差点忘了 还有高科技 让我来看看 这是什么鱼啊 第二名 梅记大块头鲍鱼 看到这鱼 赵琳一下子就懵了 这可不是一家普通的鱼店哦 而是一家鲍鱼现做店 瞧着门口的人群 让我们先去打探看看 哎呦 我上来买的 给大家的味道比较好 我把骨脚脚给它低 就是给大家 给大家 选你吃最好吃 一直来买的 很好吃的 来过好多次了 你是坐这附近的吗 不是坐这附近 我住在中原了 拥有这么旺的人气和如此多的忠实顾客 他家的老板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呢 大家还记得第一家店 我们看到那位胖阿姨吗 在这呢 我也同样找到了一位胖阿姨 她叫做梅阿姨 哎梅阿姨你好 你好 小姑娘 我想知道 怎么会想到开这样一家鲍鱼店的呢 我以前是自己做服务 我想下海嘛 做生意 做生意嘛 我也不知道做什么 那这样做我的本行喽 做我的本行嘛 我就做鲍鱼了 因为我这酒店的专门烧鱼 这样子 那您这边的鲍鱼和其他地方的鲍鱼 有什么不一样呀 这不一样 因为我在味道上面 一个我肯定要清油 而且肯定一直都有 第二个我每个顾客吃的都是活鱼 它叫活的 第三点我卫生 我每天卫生要到位的 梅阿姨的鲍鱼有五种口味 除了上海人最常吃的五香味和糖醋味之外 还有微辣和重辣可以挑选 甚至还有适合糖尿病人吃的无糖口味哦 难怪这里每天都是人满为患的 按分量算 一盒大约就在二十元左右 足够三口之家吃一顿的了 梅记大块头鲍鱼 美味指数五颗星 便宜指数四颗星 鸡普路综合指数四星半 榜单回顾 第十名泡阿姨朝鲜冷面 第九名金标生煎王 第八名日出茶菜 第七名伊乐拉面 第六名新乐汤面馆 第五名鱼贵人甜品店 第四名老北京绿豆饼 第三名广莲香 第二名煤鸡大块头鲍鱼 在揭晓第一名之前 先让我们看一段隔三大放纵 哎 有没有发现我已经换了一身装扮呢 因为啊高科技告诉我 今天我们的第一名的店家 是一家非常有情调的店 那就跟我一块去看看吧 第一名爱尼斯意识休闲餐厅 没错 榜单的第一名 就是一家海宁路上的意识餐厅 和许多意识餐厅一样 红酒墙 八台 老唱片和木制露台 所有的浪漫元素 一个不缺 这里的主食在三十元左右 口味纯正 披萨价格为三十六元 五市更有三十九元的双人套餐 性价比超高 坐在这里啊 真的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 你想一下 在基普路逛了一整天 然后呢 选择到这里来 吃上一顿优雅的新餐 再把占领品一一拿出来欣赏一番 真的是完美的一天哦 还真是完美的一天啊 不但是逃到了这么多便宜的好货 而且把各式美食通通都尝了个遍 关键是根本就没花几个钱 我说编导 下次有这种好事 可千万不要忘记我啊 那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 那当然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呢 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 或者建议也都可以登陆到我们的 酷嘎嘎网站 以及新浪微博 和我们一起嘎嘎C5 那我们今天榜单上的所有信息 你也都可以在酷嘎嘎网站 进行查询 好了 淘汰上海榜零生活 我是新一 下期节目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拜拜